新政院推出振興三倍券 桃園市政府也宣布加碼 擴大版 配合暑假及疫情趨緩 從7月17號起到26號 推出桃園夜市券 民眾只好在桃園四大夜市 就可以用三倍券 每200元兌換400元的夜市券 只有10天可得把握機會 包含桃園觀光夜市 中立觀光夜市 龍潭觀光夜市 以及我們八德親人夜市 我們在7月17號到7月26號 會有一個夜市券的活動 那藉由三倍券200元 那可以換到我們400元的夜市券 那希望在這一波 這個疫情和緩的時候 能夠進一步來刺激經濟 透過這個三倍券 換回來的這個夜市券 那我們收到的消費券 三倍券呢 我們也研議透過這個正獎 或蠻合正的方式 再讓這些三倍券 能夠回流到市場上 另外為了振興觀光經濟 桃園市金發局 還與部分觀光工廠推出1.5倍購 用200元消費券 就能購買300元的商品 以此類推 包含郭園藝巧克力共和國 翔宜及老K等觀光工廠都有響意 我們也洽談了部分的觀光工廠 那我們在一樣 在暑假的時候 7月的15號開始到8月底 會有一個1.5倍的專區 也就是民眾持200塊 就可以在這些專區消費到300塊的一個商品 那400塊就可以消費到600塊 以此類推 桃園市夜市券只有10天兑換期 平均每天發600份 可以使用到9月底 而觀光工廠1.5倍購 則是從7月15號起到8月31號 希望藉此帶動桃園的產業與觀光 繼續為依陶圓報道